观赛民众在位置上散步离声 因为外头大雨下不停 大巨蛋里头也在下小雨 从去年12月举办牙锦赛后 大巨蛋就有不同区域传来漏水问题 如今体育局要来开罚 新闻稿写下不容远雄自意妄为 严令积极改善大巨蛋漏水 体育局指出远雄已承诺在31号前完成改善 从11月开始如果还会漏水 将每天开罚10万元 可按日连续开罚最高罚300万 如果在10月31号以后 还发生大规模漏水事件 台北市政府本于成效师契约监督管理的责任 将会对远雄处以重罚 作为督导单位体育局更表示 依规定明年7月取得大巨蛋营运财报后 将在9月展开会议 评估营运成果和各项缺失 若连续两年评分低于70分 会对远雄集团提出解约 会将改善漏水的绩效 纳入营运绩效里面评估 如果未来连续两年 绩效评估都低于70分以下 将依契约处理 大巨蛋漏水问题 从启用后一直无解 影响观众体验 如今体育局硬起来放话 期限内没改善就开罚 对此远雄集团目前没有回应 三星文蔡少女王佩华台北报导 大巨蛋漏水问题 未来的情况下